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小跌 我还非常严峻地警告标题的字眼说 渣美股会被活埋 真的厉害 没有人用这些字眼 这些是7月初我发出的预警 但到7月11日日本央行出来干预日元 大幅干预不止 还出了口述 他说我会全力以赴 哇 厉害了 但是市场不是很信 我不知为什么 可能他们觉得日本人信不过 他们喜欢信美国而已 很多人 他石破天津宣布的什么呢 就加息0.15% 不多的 但是素来都是负利率 零利率 现在加到0.15% 加上一次加的0.1% 总共就是0.25% 这样就出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分明是决心 开始日本央行做了十几二十年的低息策略 现在他要全部取消低息策略 如果这样就天翻地覆了 不用说了 我想他都知道 他肯定知道 过去十几二十年以来 他们搞到利息这么低 就是叫人家有钱都不要传在我那里 传在我扣你利息的负利率 就是他根本就是特别要上资金外流的 但是现在反过来 他要资金回流回日本 OK OK 这个突如其流的举动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敢 100%股仲兼格 说出来 够胆 OK 就是我们 这个突出 不用说了 日元首先就上升 连同所有日元交叉盘 全部一起上升 那里有很多个 澳元兑日元 纽元兑日元 欧罗兑日元 英宝兑日元 还有瑞士法路兑日元 什么差的 日元 日元都是升 OK 全部都是在本蓝意料之中 你说我刚才数出来 我们赢了几多个盘 你自己数吧 OK 跟着呢 本蓝继续发出警告 轮到股市 债市 贵金属市 虚拟币市 甚至房地产市 OK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所有日本的投资基金 养老基金 好像香港的MPF也好 大中小的散户 基金大户 一直都投资去外国的股市 的债市 贵金属市 虚拟币市 那现在呢 既然那些交叉盘要散户 也就是说 连这些盘都要散户 OK 尤其是过去年多两年 美国蜂魔全球的AI股 的半导体股 全部这些科技股炒得这么高 哇 一走鬼 糟糕了 我想真的糟糕了 OK 还没走完的 我告诉你听 还没走完的 有些走了之后 有些钱都是美金来走完之后 有些就放在美债那里先 然后慢慢等着价格好些 就出来走 怎么知道价格一直都没得好 OK 那现在还放在美债那里 所以呢 也都见到美债的价格是向上走 因为很多钱都放在那里 搞到那些十年期国债呢 由4.6 4.7更高 下到3.7多现在 OK 但这个我看是暂时性的 OK 因为他们呢 见到那个日元汇率继续上升的时候 怕起来就会拿出来 就会去扔的 OK 好了 你们见到啦 连虚仪币 这个Bitcoin 都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OK 跌破了6万 然后下面好像没得走 一会告诉你 在哪里有得走 OK 好了 一夜之间 昨晚一刻 前一 星期五已经跌了一月的了 昨晚继续大跌 这就是全球的股灾形成一个 道指 昨晚只是一晚跌了一千点又多 纳指跌了六百点 标普都跌了百多 将近二百点 OK 影响了台湾南韩的股市 全部熔断了 没得谈 停牌了有一些还 OK 这样的情况 直接是山泥倾石 直接是海啸 就被我说中了 直接就是活卖 OK 好了 我告诉你 这件事未完的 昨天的股市下跌 跌得最多是日股和美股 因为整件事由日本那里开始来 所以日股就跌得最多最多的 OK 日股指数 这个Japan 225 其实就是Nikkei 星期五收市是三万四千八百多 昨天最低三万六百多 跌跌了13.7% 一晚之间 一日之间跌了四千一百九十八点 而日元就狂升 昨天星期五 原本上星期五是收146.55 昨天最低的141.67 跌了只一日 单日就跌了3.44% 那美金跌就是等于日元升 就是一日日元对美金升了3.44% OK 好了 收市的时候是144 那现在是145的 OK 是有个反弹 因为昨天跌得太厉害了 很明显昨天的股市震央是由日本而来 不用说主因的触发点就是7月31日 刚才所说的日本央行的加息和缩表 这个措施就使得所有的carry trade 要出来走鬼 OK 如果carry trade走完之后 就要走那些所投资下去的资产了 OK 所以直接影响到一向十多年以来 依赖日元的长期低息关系 全球市场对以借日元作投资来为用资的盘 非常非常之多 到现在都未曾走清光的 这种叫做carry trade 有直接借入日元 购买高息货币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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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直接借入来 就去环球金融市场上面 投资到股市 债市 商品市 贵金属市 甚至虚拟币市 OK 日元升值只要它仍然是升值一路 就这个狂潮也都未曾走光 我看在今个星期之内仍然是会有一些 好像昨天和星期五这样的状况 但是大家都知道市况不是每天一样的 初初发生的时候当然是非常之猛烈 昨天是最猛烈的 那今天可能会有少少回头走回一段 然后再又再下去 因为还有很多盘是未散 是等着机会一出来就移动它了 OK 所以看来这个潮在今个星期之内 我们要逐天看 看看会怎么样 昨天那个状况是一个叫做3-4 3-4就是直接是这样删下来的 没有回头的 但是今天开始我看就会有一些断断续续 市等它高一点它就会动一点 高一点它就会动一点 才出来慢慢移货 移货 移货 是未移完的所有的货 今天我就带了两张表出来 给你们可以在今个星期之内看着来做的 那这张表呢 我是完全集中在美国的三大股市 和这个日本的日元货币 是这个美元兑日元 和日本的股市 Japan 225 这个日期 即是 US 30 星期五那天 第一张图表 先拿第一张图表出来 这张就是US 30 即是道指 其实是上星期五呢 收市是41438的 41,438 那那天呢 这个收市呢 可以说是挺高的 那所以到星期一呢 已经见到是 是8月2日那天呢 就是3,9,5,9,4收市了 这个是星期五了 OK 7月18日就是41438 就是个高点 跟着 8月2日呢 上星期五呢 就收3,9,5,9,4 已经 上星期五就跌了4.65% OK 那我预料呢 跟着下来 我只是看下面的 OK 我看着它一路还要跌的 因为 上面我暂时不用说了 那 跟着第一个位 是39158 要盯着的 39158 已经过了 昨天过了 过完第一个 还过了第二个 这个 这张表我昨天 已经给了我们的会员了 所以他们是跟着来做的 也是 第二个位 388,7,8 昨天也都破了 但是今早 现在带上来 是389,4,4 OK 那我们看看 他今天会不会 又是再下这个位 然后再下一个位 就是382,7,2 好 那跟着 纳斯达 纳斯达 大家都知道了 在2024年 升得最多的 升得很瘋的 在7月11日 这个日本央行出来 大举干预日元 那个时候 最高是20752 去到2万点 有多的 20752 那天是7月11日 但是到上星期五 8月2日 就已经跌到183,8,9 是跌了12.6% 在那一天之内 OK 所以我昨天也都给他们的位 就是先看17272 17272 那昨天是到过的 OK 是到过的 然后尼尾市才弹上来 现在是18130 OK 那我看他今天有机会 又会下来 这个位置 那就到标普了 7月16日 那时候是最高的 这个点是 整年以来最高的 5665 那去到上星期五 8月2日 就是5 3 27 跌了6.34% OK 那昨天我第一个位 给的也都到了 5185 是到了 现在就弹上来 5233 那看一下今天 会不会 如我所料 就是去到 又是回来 这个5185位 然后再看下面 是5000了 OK 那我标普 我主要就是看他 大约去到5000的 那跟着呢 最紧要就是 要看那个美元兑日元 这个第二张 OK 第二张表了 你认为日元 7月11日那天 大幅干预那天 是高到161.73的 那去到8月2日 上星期五 已经跌到146.47 是跌了10% 是10.41% OK 好了 那下个位呢 就是看140.50 是未到的 第一个位都未到的 那昨天最低 是看到141.67的 OK 是非常接近的 那我们一路 继续看 这个美元兑日元 会不会先到 这个140.50 那最后这个呢 就是昨天最狠狠的 令到全球股灾的 就是这个Japan 225 Cash 这个 其实就是那个NICKEY 日本NICKEY的指数 7月11日 你出来干预的时候 之前呢 是42471的 是42,000多点的 啵声 上星期五 跌到34,000多 OK 那是3 4 8 26 那天收市是 是跌了21% 21.95 几乎22% OK 那我昨天 给所有的交易会的会员 第一个位就要加折就是 32180 32,180 是到了的 也都昨天是 我给那些昨天给的 有很多都已经到了 有些到了 反弹回来 那我看他还会继续 再 再 进去 倒过的位置 OK 那这个32180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了 因为现在呢 价格是高了一点的 是33 0 33 33 是3万4千 刚刚大概3万4千 现在是 OK 那有机会会下回来 32180 OK 那我们这两张呢 就是我们这些交易会 拿着来看的了 OK 那还有没有时间呢 少了 还有少了 OK 我先讲讲呢 市场的情况 这个这样的股灾来到 不用说了 都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来 股灾 说明是灾难 OK 那市场呢 有两种先兆的 每一个市场都有两种先兆 一个就是吉兆 一个就是空兆 那现在正在发生的 当然是空兆 你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 叫做春光水暖 就压千枝 这个说话 你们一定听过的 一听 听下去 是有一个什么景象在你面前呢 就是一个和平舒服温暖的 春会大地的感觉 那当然叫做吉兆 不用说了 OK 只不过当今之世吉兆 不是尚有的 就是空兆 就一直 就算没来到 都躲在暗里 盯着你的弱点就来了 一时不测 你就会欺负 还用金融市场而言 尤其是近年 今年 空兆 一直躲在暗处 同机移动 现在 移动 OK 出来 例如日本整年都有地震 整年都有的 你知道吗 它一天都有的 其实很多时候很轻微 你们感觉不到 但是听说 如果有大的灾难来的时候 海啸 地震 是有鲜少 OK 例如海上的鱼 天上的飞鸟 它们都感觉到有些不安 有些躁动 而人类通常就被这些海上的鱼 天上的鸟 是厚之厚角的 不知道为什么 听说非洲的大草原 你有没有人去过 那些大沙漠 狮子 老虎 斑马 大笨像 都符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看到那些疯狂的乱群 整对斑马 是这样走的 一定是有大风暴 以上是空巢 空巢一定要有动足先机 有灵性的人 才可以感觉到金融市场 OK 吉时就没人理的了 什么都有钱赚少 投资获利 怎么说 歌舞升平 各界民安 但是空巢一到 人人处境 都不同 但是我们在环球金融市场上面 我们欢迎空巢 为什么呢 因为空巢 我们可以赚大钱 一个free fall 昨天 我们全部都赚大钱 free fall 直接跌下来 山来傾瀉 是估中了 当然你要估中了才是 如果你还拿着 就活埋 就是这么简单 OK 今天说这么多 现在连工作表都给你们了 那么你们慢慢拿着那张表 对着屏幕做事 可以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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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